今天我做了皮薄馅大晶莹提头的生煎包 做法简单,一看就会,一起来做吧 新鲜的韭菜洗净切碎,放在大碗中 加提前炒好的鸡蛋碎,虾皮 盐鸡精五香粉,一勺食用油,蚝油 搅拌均匀,留着备用 昨天晚上吃剩下的饺子蹄,擀薄 放上馅,包成小包子的形状 全部这样做好 平底锅刷上食用油 放入锅中 煎至底部金黄 再加入半碗清水,盖上盖子 收干汤汁即可 出锅时,撒上点迷人的小葱花 1000粒黑芝麻 好吃的生煎包就制作完成了 晶莹剔透,非常的好吃 喜欢吃的老铁,双级保留作品 有时间动手试做一下吧 感谢支持